专家提示,剩菜中产生亚硝酸盐需要两个条件 一个是丰富的硝酸盐,二是大量的细菌 一些根莖类或者果实类蔬菜,比如豆角、茄子、青椒、西红柿等 本身硝酸盐的含量就很少,因此不会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 而硝酸盐含量较高的绿叶菜,如果做熟之后,没有翻动就放入冰箱 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细菌污染的机会 也不会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 隔夜之后,仍可放心食用 你看硝酸盐跟亚硝酸盐只差一个字,对不对 那硝酸盐本身是没有什么毒副作用的吧 硝酸盐是没有毒的 然后亚硝酸盐是有毒的 但是它的毒性没有像我们想象中那么恐怖 它得到量够了才能让我们中毒 量不够中不了毒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有的时候所谓试药三分毒,试毒三分药 大自然当中的毒基本上用好了也都能当药匙 等会,您的意思是说 如果剩饭剩菜里面产生亚硝酸盐 适当地用它,对身体还有好处吗 微量的亚硝酸盐直接打到体内 可以扩张血管 就在心脏病的治疗中是可以使用的 又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心脏病的人担心自己出问题 要在胸前的口袋里放这个硝酸甘油 听说过吧 是吧 就是说一下鲟酸甘油怎么起作用的 听见了 听见了 它最后就是顺着这个途径 最后是变成营氧化氮 从营酸盐,亚硝酸盐 然后变营氧化氮 营氧化氮 以来发生血管作用 这样你的血流稍微畅通一点 没准着命就保住了 所以说现在硝酸盐也被做成药了 硝酸盐 那么大家可能会说 硝酸盐干嘛不做成药 干嘛只要打不能用嘴吃 为什么不能用嘴吃 怕你吃错了量最后中毒了 是不能随便吃的 那么为什么硝酸盐是可以吃的 硝酸盐它是缓慢 一点点的变出来 所以它不会达到 压强人多到让你中毒的这种程度 它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 持续地放出这个氧化带 然后让你的血液循环变好 所以很多人就是大量吃热菜 比如说他原来几天都不吃 青菜一律不吃 后来他每天都吃半斤甚至八两的青菜 他觉得身上很舒服 不这样哪里那么多劲 那么通顺的一种感觉 其实是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这里面的硝酸盐 挤到了这种扩张血管 控制帮助降低血压这样的作用 其实这个东西是对心脏非常非常好 对血压非常非常好 对我们的骨头 预防骨疏松也非常好 千万不要因为亚硝酸盐 你就不敢吃绿叶菜了 那个绝对是你太吃亏了 好我明白了 就是说大家不要谈亚硝酸盐 这个变色 就是说几乎我们人都摄取过亚硝酸盐 但是如果你不过量的话 其实还是处在一个安全的标准 没有那么恐怖 是的 当然也没有像穿绿色衣服 这阿姨说的那么严重 吃隔夜饭就会得癌 得糖尿病 但是今天说了这个绿色的叶子 可能会产生亚硝酸盐 比较高点 像那种不是绿色的什么西红柿啊 什么其他的豆角什么的都可以 大家的话下次就注意了 对 行 婆婆剩点菜吃吗 吃 吃 来来掌声鼓励一下 其实其实我觉得 我们真的还是应该鼓励一下 这位观众 因为他真的有很强的健康意识 这非常好 只是呢 我们下次就告诉婆婆说 您别给我们吃那种扒了过的剩菜 是 您觉得吃不完 先把它扒了出来留着 这样明天我就能吃了 好 我明白了 因为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习惯 会造成你饮食方面的一些误区 但是没关系 我们健康道每天就是跟大家分享很多这方面的一些健康知识 您有时间呢 就坐在电视间看看我们的健康道 其实真的挺长知识的 那我就长了知识了 你看绿叶植物 硝酸盐比较多 在没有让它转化为亚硝酸盐之前呢 它对我们的身体可好了 因为可以让我们身体长劲 不盖 对不对 然后可以扩张心血管 对不对 祝老年人多吃青菜